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我是郭健文牧师 今早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38和39章的内容 事件记载以色列人受亚术大军压警 毅难纾困之后所发生的 以为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 就是这个时候 神差遣先知以赛亚告诉希西家 他身患的危险是不自知症 并且很快就要离开世界 难怪他非常伤心 经文描述当时的希西家病得要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定是很痛苦 当他听到要向家人交代身后事 这一个更是重大的打击 就在这个时候 希西家向耶和华神切切的祷告表白 求主纪念他对神的尽心 忠诚和行事为人 特别是一句 我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的描述 参考联王记下18章和历代指下29章的记载 都说明希西家所做的事 在神眼中是汉为正的 联王记更形容希西家 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犹大联王中 没有一个能及他的 在前一章国家面对危难的时候 他最后都知道是要倚靠神 现在到他自己身患危险 同样的是要倚靠神 因为拯救的是出于耶和华 正如在他写的感恩诗篇中 这样说的 耶和华肯救我 所以我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华殿中 用诗言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我们除了有良好行为 忠诚态度 和纯极的心灵之外 同样更重要的是 有信靠神的心 谦卑专心倚靠主 神不单只看顾以色列整个民族 也看顾他们中间每一个个体 正如主耶稣曾经说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被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眼中看为贵重的 只是我们都很善忘 忘记了神的拯救 忘记了神的医治 忘记了神的爱故 气世家更因骄傲竟然想到 利用巴比伦钳制亚术 却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求主帮助我们 认清楚我们得拯救和医治是出于神 我们能够面对困难 甚至艰难是因为我们专心依靠神 智慧人提醒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恩主愿意与我们亲近 更请救我们脱离危难 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 求主医治 并赐我们信心以靠神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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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